亲人搞恶作剧 最终竟把自己活活搞死的电影 别挂电话 故事一开始 一位熟睡的女子 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电话里说 她家里有歹徒闯入 现在警方已经包围他们了 要她保持镇定 封锁门窗 否则她的孩子就会有危险 慌忙之中 女子用立柜挡住了卧室门 随后电话那头 传来了警察和歹徒搏斗的声响 女子大惊失色 慌忙推开柜子 准备下楼去救女儿 结果不小心把手机摔到了床下 而此时电话这头 却传来了大笑声 原来这一切都是几个熊孩子 搞的恶作剧 他们竟然还专门有个小团体 叫恶作剧猴子 就是故意恶搞别人 之后把全部过程录下来 传到网上 没想到还获得了非常高的点击率 哎呦 真是为了博眼球 什么缺德事都干啊 男主小蓝和小灰 就是恶搞团队的主创人员 这天他们照样打着恶作剧电话 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男的来电 神秘男当场就戳穿了二人的恶搞把戏 还恐吓他俩 说今晚会有好戏上演 接着小灰不以为然 回喷了对方一顿就挂掉了电话 他俩便接着继续恶搞其他人 可是神秘男好像并不死心 玩起了夺命连环抠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小灰终于受不了了 他接起电话 拉上小蓝打开摄像机 准备好好套路一下神秘男 没想到对方竟直接爆出了 小灰小蓝的真实姓名和家庭地址 还准确无误的 说出了他们今天都恶搞了谁 做了什么事情 打了什么电话 神秘男的这顿操作 可直接让二人组再也笑不起来了 因为小灰此时 竟收到了他父母被神秘男绑架的照片 小蓝当即挂掉电话 打911报警 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神秘男竟然连报警电话的线路都控制了 接着电视里直接跳出了 小灰父母被绑架的画面 而房间二楼传来了怪异的响声 小蓝匆忙上楼查探 才发现原来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都被控制了 小灰独自一人留在楼下 失魂落魄地看着电视里被绑架的父母 此时神秘男对小灰单独说道 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这样就能放了他父母 与此同时 小蓝竟在后门 发现了已经被神秘男杀害的 另一个恶作剧团队的机友 小蓝给他盖上了白布 二人悲痛欲绝 小灰告诉小蓝 只要他们离开房间 就不会被神秘男控制了 可是小蓝却担心这样做会激怒他 小灰的父母也会因此被杀害 之后二人回到客厅商量对策 没料到连小蓝的女友小红也被绑架了 此时小灰依然对小蓝说 要他俩赶快离开这里出去报警 小蓝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神秘男刚才和小灰说了些什么 于是二人发生了争执打坐一团 然后一个不小心小灰就被摔晕了 而电视又切到了小红被绑的画面 神秘男也要和小蓝做一个交易 只要小蓝杀掉小灰 他就放了小红 刚才神秘男和小灰也是说了一样的条件 不过小灰却选择了让小蓝逃跑 接着小灰醒了过来 而此时电视画面里竟传出了 小灰和小红偷情的视频 这下可彻底激怒了小蓝 接着神秘男继续挑拨离间 只要杀掉小灰 就可以放了小红和小灰的父母 就在小蓝快要崩溃的时候 突然留意到视频里的时间 要比现实时间早两个多小时 这并不是实时画面 而神秘男也直接摊牌 他早就把小灰的父母杀害了 就是故意要挑唆他俩自相残杀 此时他们突然意识到 神秘男肯定还在附近 两人决定赶快逃跑 但是小灰却把小蓝推出房门 自己要留下给他打掩护 而小蓝在屋外的一辆货车里 找到了被绑的小红和方式屏的电脑 与此同时屋内传来了小灰的尖叫声 小蓝急忙跑到后院 却不料神秘男悄悄藏到他身后 准备偷袭 幸亏小红及时发现 使得小蓝成功反杀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蓝杀掉的竟然就是小灰 而小灰被神秘男绑起了手还堵住了嘴 戴上了头套 卖不开腿 就这样被小蓝给误杀了 而此时神秘男终于现身 红灰蓝三人抱作一团 他们也彻底丧失了求生欲 一个劲地问神秘男为什么这么做 而神秘男也说出了一切的起因 还记得开头被他们恶搞的女子吗 原来她就是神秘男的老婆 女子那晚手机摔到床下后 并没有听到他们是在搞恶作剧 把一切都信以为真 她急忙带了一把手枪下楼去救女儿 到了女儿房间 恰巧孩子不在床上 而此时厕所门突然打开 本来就已经把心提到嗓子眼的她 突然下意识地开了枪 结果女儿就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女子明白一切后悲痛欲绝 竟直接举枪自杀了 神秘男和他俩说完了这些 便直接开了枪 画面一转 小蓝从房间里苏醒 她左手拿刀右手持枪 电视里还放着小灰和小红偷情的片段 屋外的小红也被神秘男枪杀了 而此时警察赶来包围了她 全剧中 故事结束了 可真是一场人间悲剧啊 一个恶作剧却毁掉了这么多人 你能单单地说 这几个年轻人就是活该遭报应吗 这可是几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他们能有多坏 竟会沦落到这般下场 而神秘男原本幸福的家庭 又他妈招惹谁了 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看完电影我只想说 现如今网络直播这么火爆 一些人为了出名博眼球 真是什么无节操无下线的事情 都干得出来 我劝你们这些人 就好好看看这部电影吧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电影解说 咱们下期见吧 对刀剑感兴趣 可以加龙泉 助剑师傅微信 44673818 感谢收看本期的电影解说